大家好,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二维蓝牙条码扫描器是如何和iPad的迷你平板进行连接使用的 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一款苹果最新推出的这个7寸的平板电脑,非常薄也非常小巧 用它进行数据查集是非常方便的,而且携带也非常的这个这个轻松 那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的二维蓝牙条码扫描器GS-M500是如何和iPad的迷你进行连接的 首先呢,我们先要让这个蓝牙条码扫描器呢,进入到配对模式 第一步呢,我们是先需要扫描这个我们实际带的一个快速说明指南里面的蓝牙配对条码 OK,我们扫描一下 扫描完这个条码之后,我们的条码扫描器的蓝色纸灯会一直在闪烁 那这时候呢,我们这个蓝牙条码扫描器就可以被iPad的这个平板可以找到了 首先呢,我们先进入到这个平板电脑的这个iPad mini里面这个蓝牙配对条码 配对界面 那这时候呢,我们会看到这个手机已经发现了一个蓝牙硬件 叫JanaScan Bluetooth 3.0 Barcode Scanner 那我们点一下这个界面 那这时候马上它会显示以连接 那我们这个蓝色指示灯呢,已经熄灭了 好,这时候呢,这种状态呢,就代表我们这个iPad mini 已经和这个我们的蓝牙条码扫描器,已经配对好了 好,我们打开一个备忘录的软件 我们的这个条码扫描器,只要是有光标的地方,它就可以扫入 所以跟应用程序没有任何关系 你也不需要用第三方的SDK开发,去开发您的应用 好,这时候我来演示一下,把条码扫到iPad mini里面去 好,我来演示一下这个扫描这个PDF417的条码 扫描速度也是非常快的 我们再扫一个DataMatrix 我们再扫描一个三米尔的EV条码 这是一个五米尔的条码 好,我们的讲解就到这里,谢谢 我们下来就做点选择 这是一个第一种